宜兰农产品行销大陆对岸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上午和宜兰县农会签署了采购协定 未来包含了宜兰的特产三星葱和金干鸭赏等等都行销大陆 一年的金额上看230万人民币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养豪 也是开乐队 来自对岸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代表团一行人 上午来到宜兰县农会又来签订合作备购路 不过签约同时宜兰县农会还准备了农特产品 提供给这群卫兵品尝品尝 一些农特产品的一个感觉呢 好 一个字好 宜兰在地的好队包含了三星葱上将离以及加工品压上等等 在合作备忘录签署之后 就要行销到全大陆 第一次我们代表团在岛内的采购 一共总量达到5000公元左右 总结额大概是12亿左右的新台币 公司的签订代表是说 我们未来宜兰县跟大陆供销总社的第一步的采购的一个开始 跨出了第一步 合作备忘录签署之后 宜兰县农会希望促进宜兰当地农业成长和经济发展 好 好